第五十九届的《白想艺术大赏》即将于4月28日举行 此为韩国极具分量的影剧奖项 范围包含电视剧、电影与舞台剧 19日释出预告影片为典礼预热 今年以我们要再次做梦为主题 似乎也暗示了本届评审的偏好 另外,《白想艺术大赏》的人气投票已经开跑 可说是呈现殷胜杨说的 《白想艺术大赏》19日下午在官方YouTube释出典礼的预告片 开头先以一般人的角度出发 描写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接着就以《黑暗荣耀》剧中的小学作为转场 由旁白指出并非每个人都能享有这份平常的日常生活 画面也陆续出现这一年戏剧 电影中出现的霸凌场面 包含阴影下的他中压力极大的客服中心等 也指出许多人仍生活在偏见之中 画面则出现我们的《蓝掉时光》中的唐氏正角色音隙 郑恩惠为韩国首位唐氏正演员 曾在我们的《蓝掉时光》中演出 不过预告中仍以温暖的方式勉励所有观众 我们要再次做梦 梦想着能去到更远的地方 接着转到《非诚律师语英无》中 语英无说明自己患有自闭症 但喜欢法律 尊重被告的心情与一般律师无意的场景 还有《黑暗荣耀》里头文童英 鼓励的家暴受害女儿说 不是逃亡 是希望 预告片期盼大众能一同打造耀眼的旅程 迎接挑战 这一年 韩国影视作品对于弱势族群 霸凌议题的描写更加深入 而在这段时长四分多钟的 《白想艺术大赏》预告片中 《非诚律师语英无》 跟《黑暗荣耀》的分量就颇吃重 再来 就是韩国首位唐氏正演员 郑恩惠演出的《我们的蓝掉时光》 还有IU主演的《婴儿转运战》 预告片除了相当打动人心 似乎也能瞥见 今年《白想艺术大赏》的评审口味 日前 调恩斌也凭借《非诚律师语英无》 入围第59届《白想艺术大赏》的 女子最优秀演技奖 将与宋桂桥 金慧秀 金志源 秀志等演员 角逐事后奖杯 竞争激烈程度 可是被誉为死亡之组 以自闭症天才律师为题材的韩剧 《非诚律师语英无》 不愧是本季大黑马 自开播收视率的0.94%一路狂飙 到第十集已经翻倍再翻倍达到15.2% 不仅是登上今年度国外迷你剧的收视第一名 更抢占Netflix多达20个国家的人气冠军宝座 同时也让饰演女主角 与英无的朴恩斌声势动作跳 她的过往作品 过去尽力也被再度挖出来 正所谓金子终究会发光 这句话拿来形容朴恩斌再适合不过了 出生于1992年的朴恩斌 早在四岁就以童装模特的身份出道 六岁她就以电视剧《白夜3.98》正式出道 当时朴恩斌年仅六岁 就以崔苏英一角展现出清新独特的魅力 从那时起朴恩斌的戏剧 电影邀约就源源不绝 展开了忙碌的演员生活 今年31岁的她出道已经26年 在剧中与英无是拥有智商超过164 过目不忘超强记忆力的超级天才 从小就能对出艰难法律条例 就学期间一直是第一名优等生 最后以12大学法学院第一名制资毕业 日试考试超过满分1500分 而现实中的朴恩斌也是公认的学霸 不只毕业于国外知名的西江大学 还是心理系 新闻传播的双学位高材生 许多艺人在忙碌的通告之间 会选择放弃学业 只专注于演艺活动 朴恩斌则是业内知名的时间管理大师 在出道26年期间 居然累积了50部左右的影剧作品 从来没有超过两年以上的空白期 在拍戏之余也坚持要兼顾学业 在17岁高中时的珍贵剧影片里 朴恩斌被问到下系后的行程 他秒回 要准备明天的考试 得联系一下班上朋友考试范围 甚至下课后也认真去补习班报道 小朴恩斌透露 如果因为读书的放弃我喜欢的东西 总是得疏忽一方的吧 但现在还不想放弃 学业 工作都想兼顾 这段模范生影片 也调出许多当时的同校学生现身说法 先是许多自称同学的表示 跟朴恩斌一点都不要好 接着透露反转原因 因为长得漂亮 成绩又好 还很善良 根本是无法跨越的四次元墙壁 不敢随意靠近 还有表示自己是朴恩斌同班同学 爆料朴恩斌的可爱善举 他透露 有一天教室冷气开太强很冷 但大家都嫌麻烦忍着 这时朴恩斌就起身跑出去关掉了冷气 回来后脸都红了 朴恩斌大学时期也很不得了 在双辅修的忙碌大学生活中 同时还尬系善德女王 千秋太后 还可以修到超雕学分 据悉其实只要修满15学分就行 但朴恩斌表示虽然很忙 但在课业上不想留下遗憾 所以努力修满了22个学分 同时一学期还执行了5个团体大报告 甚至连毕业旅行 学习交流会都有参与 甚至连学生会长都担任过 惊人课表 学分数量一出 让大赞根本是国外版哈利波特庙里 纷纷表示 没有时光器不可能达成 必须有分身 这才是时间管理大师 朴恩斌不仅功课好 也相当有音乐才华 他在饰演韩剧你喜欢布拉姆斯吗 10 为了诠释出角色 对音乐的热衷 亲自学习了几个月的小提琴 除了小提琴之外 朴恩斌也有学过打鼓 钢琴 每每坐在钢琴前面弹奏乐曲时 朴恩斌总流露出一股古典气质 朴恩斌因为外表清新脱俗 经常出演古装剧作品 如《名称皇后》 《善德女王》 《秘密之门》 《练怒》等 虽然朴恩斌演过的时装剧也不少 但他的古装扮相更能呈现出角色的古典美 因此大受欢迎 早已累积多年演戏实力的朴恩斌 2021年与陆云合作韩剧恋幕 朴恩斌饰演代替哥哥成为世子的宫女 朴恩斌在剧中男扮女装 虽然本身颜值甜美 却能展现出角色的英气 形象变换自如获得大量好评 同时朴恩斌也透过这个角色 入围了2022年百想艺术大赏的女主演讲 朴恩斌每每结束完一部戏剧作品时 都会摆出专属的表情做纪念 用右手比出拳头摆出酷脸表情 另外表示对拍摄结束的不舍 这个可爱的传统也成为朴恩斌 多年以来的一大特色 朴恩斌在最新揭演的韩剧作品 《非诚律师与鹦鹉》中饰演 患有自闭症的律师与鹦鹉 朴恩斌凭借自然的演技 让角色形象相当鲜明 该剧播出后 他的演技更大受肯定 事实上 朴恩斌为了能完美地诠释这个角色 私底下研究了非常多关于自闭症的资料 也做足了练习 如此一来 才能将羽鹦鹉这个角色 表现得淋漓尽致又自然 1992年生的朴恩斌 今年9月将满30岁 不过 他在过去接受媒体访问时曾透露 虽然一直想隐藏自己是母胎单身 但的确是事实 很多人怀疑他长相甜美又有气质 感觉不缺追求者 不过他说自己好像还没碰到有缘人 此时重心也都放在工作上 心里面没有闲暇空间去和谁交往 这应该是最大的原因 事实上 早在2016年受访时 朴恩斌就曾表示 因为有了真正想做的事情 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想恋爱的事情 而且恋爱这件事好像很复杂呀 虽然没有刻意将靠近的人推走 但可能真的还没碰上能让他动心的追求者 像朴恩斌这样的女生 没谈恋爱只是一种选择 朴恩斌进一步表示 自己不喜欢母胎单身这个词 单身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加上母胎两个字 听起来像是有问题的人 的确 听到母胎单身的第一直觉 绝对是这个人大概哪里有问题 才会一直都没谈恋爱 但像朴恩斌这样才貌 个性艰巨的女生 单身 只是一种优先顺序下的个人选择 朴恩斌绝对清楚 自己单身不是因为不够好 别人又有什么资格 以丢脸与否对单身下定论 我想 我们都需要来点朴恩斌的自信 只要认真工作 把日子过得精彩 就不需要为独自身一人感到丢脸 但选择单身 享受单身 不代表要坚决排除 每个能恋爱的机会 目前还没有任何恋爱迹象的 朴恩斌也透露了自己的理想心 因为我总是喜欢一个人解决问题 所以希望对方是可以照顾我 像朋友一样相处的男生 但谈恋爱不是一个人的事 是两个人的事 即使有理想的类型 也不愿意随意恋爱 至于结婚 朴恩斌则坦诚 目前一点想法都没有 有人说或许朴恩斌会成为下一个孙一贞 不只是弯弯的笑眼相 对于感情的执着与坚持也颇为相似 而孙一贞最后可是找到玄斌这样的完美老公 朴恩斌实在是一个拥有各种魅力的人 让人想活得像他一样 成为朴恩斌般的帅气名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小师姐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 喜欢谁就告诉小师姐 小师姐会每天给大家更新最新资讯